俄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学家 托尔施泰 他有写过一篇故事 那故事叙述有两个小孩子是邻居 有一天他们在屋的前面的池塘玩水 你泼啊 我泼的玩得非常高兴 可是泼到后来急了 居然打起来了 那两家父母听到声音也就出来 每个人都听到自己孩子的哭诉 结果不分青红照白 大人小孩又打成一团 不久邻舍也出来了 更是搞不清楚状况 各凭自己所听到的第二首第三首的讯息 就加入了战场 结果整条街的人居然都打起来了 但是呢 事情发生之后 回头一看 原来吵架的孩子却早已经和好又玩在一起 可能你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故事 可是教会生活中 在教会中呆久了 难免都会听到某某人说 某某人做了什么事情害了他 然后一堆人未经证实 就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那各自人马互相支持自己 比较亲近的人 大家各自下了一个论断 就是某某人是不对的 可是当每个人都说 谁有做不对的时候 却没有注意到 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证实 就忘下了定论 也成了论断 甚至忘了自己有许多事情也做不好的地方 因为人总是有一个倾向 就先检讨别人 却忘了先要反省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提醒我们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们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的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我们基督徒是否应该是 待冷以宽 律即以言呢 其实都不是 我们应该是 以上帝眼光来看很多事情 往往我们忘了停下脚步来 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 每天就上帝向我们说话 透过读圣经 透过聆听圣灵向我们说话 有时候 就是在我们等候神当中 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良目 了解了弟兄小小的缺点 其实是可以包容的 甚至察觉到原来自己是错误的 但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表 上帝是直接看到人的内心 我们不是神 求神恩待我们 以耶稣的心为心 彼此互相管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